臭小子又買玩具嗎? 家裡沒位了 還買 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的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Youtube頻道 再按一下小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今次影片 今次這條影片就開箱片 開的就是眼前這個 Bearbreak第45彈 說這麼快就去到第45彈 其實馬高斯我第一次抽這些Bearbreak 就是這個叫做新超人 那時候 不是不是 新超人再之前 影月那時候才對 那時候就很幸運 幾抽就中了這個新超人和影月 各自是不同彈數的東西 但是每一彈都中了一隻特殊的東西 就是這樣 這兩個我也是蠻喜歡的 你看我還買了那個 類似膠包裝 蓋住它 免得它刮花 或者免得它封塵之類 看回今次 那今次第45彈 包裝盒就是這樣的顏色 其實馬高斯比較喜歡粉紅色的刀 所以這個顏色我都蠻喜歡的 然後看看那個Pick Up 那今次的Pick Up 就有這堆的 首先就由這邊開始看起 這一隻就是按回今次包裝的粉紅色 然後Bearbreak每一個英文字母 它都會有一隻的 那今次我也希望中一隻這隻 因為我也蠻喜歡這隻 然後旁邊的就是Jelly Beans 那這個中文應該叫啫喱豆 是不是 總之就是平時吃開的零食糖 Jelly Beans的圖案 再旁邊這個 我就真的不太懂了 可能是一些迷彩 那樣 然後這邊這個 嗯 我也不太懂 但是看起來 就一大個靠叉在肚腩上 造型上來說都算是漂亮的 再旁邊這個 Emily 但是呢 是什麼角色來的呢 應該是歐美電影或者劇集的角色來的 但是馬高斯本身對歐美那邊的東西 就不太熟悉了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了 而這邊這隻我就真的認識了 這個就是日本那邊的 就是宇宙營景加盤 那這個就是今次特攝的其中一隻角色 那這個就是我的目標之一 那之後這邊呢 就是這個鬆弛熊 鬆弛熊也算是挺有趣的 據聞好像隱藏版的其中一隻 就是鬆弛熊的另外那個Friend 那隻小一點的白色的那隻熊仔 好了 這邊這個呢 嗯 我也不懂 但是呢 就是一隻老虎的樣子 咦 這邊我認識了 這邊呢 就是近來才上映的 就是DC的電影 那就是這個黑亞當 你看到它蓋上了半邊面 那樣 造型上來講 就真的不算是太過特別漂亮 那但是它那隻隱藏版呢 就是那時候那個叫什麼 呢 嗯 很像奇異博士的 我忘記了名字了 但是就是全金色金閃閃的那隻 超級英雄來的 那個都OK的 再旁邊這個呢 啊 又是一些我不懂的東西 叫什麼 Dynamite Kid 那看它的樣子有點像摔角手感覺 那很可能就是摔角手啊 或者是一些格鬥類型的角色 再旁邊這個呢 就是什麼呢 又是日文來的 Inu no kagayaki 那就是狗狗的閃光 或者閃… 閃耀的狗狗 之類啦 那角色看起來呢 就像是一個女生來的 那但是我也是 不是太清楚這個角色的 所以來講呢 看完之後呢 基本上馬高斯 就是想要粉紅色這個啦 雅板啦 又或者鬆弛紅啦 再其次呢 這個都OK的 黑阿當 Jelly Beans都OK的 然後呢 據聞啊 今次有個特大的隱藏版呢 就是一百九十二分之一機會呢 就會中那個叫什麼 潮牌呢 有個圓人啦 那圓人裡面呢 有一隻猩猩的樣子 另一隻呢 就是可愛風一點的 那一隻呢 我忘記了名字 那一隻的版本的 這個Bearbrick呢 就有的 而且都幾天價的其實 那好啦 那今次就看一下三抽 小小的 就看一下會中什麼啦 那首先呢 就第一抽啦 那這個呢 到底會中什麼呢 那現在就開來看看啦 開哪裡好呢 不如開個底吧 唉 又弄壞了個盒子 那就算啦 照開 好啦 開了 1 2 3 然後還有個包裝要開啦 那這個包裝呢 一開就知道龍魚鳳了 先看一下 不要緊 我有剪刀的 那用剪刀吧 好 剪開了 那就來了啦 1 2 3 喔 鬆弛紅的 其中一隻隱藏版的白色紅紅 這個牌呢 我稍後再開 放在一邊先 挺好的 中到我OK的角色先 然後呢 就到第二盒了 第二盒呢 還是先開了這裡先的啦 那牌就稍後再看啦 那直接又要開袋啦 那這次到底又中些什麼呢 看看先啦 好 來了 1 2 3 1 3 哇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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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lle 暈檔啦 嘩厲害啊 我的運仔真是不得了 好啦 最後一個了 如果種了那個粉紅色就不得了 好 來 先看看吧 先把牌放在一邊 好 嘩 真是不得了 又會被人說我強運 唉 唉 好 來吧 1 2 3 嘩 頂啊 兩隻加盤 話說呢 之前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影片的話 其實我影月都是Double中的 連續中兩隻Double 新超人中了一隻 沒記錯 這次加盤又是有兩隻 好啦 現在就開了個袋 其實袋子這裡 也有東映的貼紙 這裡也蠻特別的 好啦 現在就看看吧 先看看卡 那張卡你就會看到 宇宙刑警 Gyaban 然後後面就寫著 不是宇宙刑警 宇宙刑事 對嗎 So 要更正 宇宙刑事 Gyaban 這個就是SF 科幻片 龜雷 好了 看看本體 因為本身呢 這個銀色很亮的閃 所以你打燈下去 就會看到很光 而且還反射了 我這裡的圓形燈 或者那些東西 你看到的 接著也貼了一點點 我的指毛上去 但之後呢 我Display的時候 就會抹抹它 然後你會看到 它胸口 又或者手 都做回它那種 類似電路板的圖案 就是它胸口這些 它這裡也有做齊 頭也有做 接著呢 可能太光 大家未必看到 它這裡也有一條橫線 是黑色的 就模仿它這裡這個位 就像渣鼓一樣 這裡黑色 然後眼睛亮燈就會閃 但它這次這個 就沒有亮燈 純粹是黑色的 然後後面呢 咦 這裡有東影兩隻大字 而這裡呢 也有一些紋路 就是它背部的紋路 都有做的 嘩 不得了 這裡呢 你看它反射到我的手 反射到鏡頭 所以是很難看得到 它那些紋路 但是我是看到的 肉眼是看到的 這樣啦 好了 那這個看完了 就到了鬆弛紅了 鬆弛紅呢 就先看看這張卡 這裡呢 就寫著 Rilakkuma Korilakkuma 這樣啦 那它這隻應該叫做 Korilakkuma 這樣啦 後面就是這樣 咦原來鬆弛紅20周年 恭喜了 都原來這麼久了 原來 那就看看這張卡 那這裡呢 就看到它白痴痴 紅仔的樣子 那它耳朵呢 對應它 Bear Bricks 其實就很適合的 然後呢 它這隻東西 獨特一點呢 就是這裡呢 有個類似 一顆鈕的東西 然後這些位呢 都做回它的紅象呢 那些粉紅色的圖案位 下面這裡都有做回的 都幾特別 這邊呢 都寫回做這個San Rio 應該是 沒有記錯的話 那這裡呢 它還有它那個波波 那個點點的尾巴 它這裡都有做出來 都OK的 那就是這樣啦 先看看 這裡腳底也有些東西的 那Garban的腳底呢 都有一堆數字的 那就是純粹的編號 應該B就代表Bear Brick 那就是045 0446 就是這樣啦 那好了 現在呢 就開完了 那我到頭來的結果呢 就是一隻鬆弛熊 然後就是兩隻的宇宙形式 那就是Garban 那我就開了一隻來看 另一隻就不開的啦 那我看看到時會不會有有緣人 想要的就跟它交收啦 那到時我就會連這張卡 還沒開一次過跟它交收 那看看有沒有人要啦 那有的就出聲留言給我啦 留言的話呢 你在Youtube Youtube留言的話呢 都不太好 你試一下去這個叫做 即是如果大家有人想要 那可以試一下去這個IG 到Inbox我啦 又或者去Facebook Page那邊 Inbox我都可以的 那好啦 那今次這條片呢 就到這裡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給我LIKE我 還有現在這個Channel 就是超級感謝功能 如果大家有能力想支持的話呢 歡迎大家誇金5元或者10元 那大家的支持 絕對製作的動力啦 那今次這條片就到這裡啦 Bye Bye 於是乎呢 三隻銀色bling bling的都齊了 嘩真是正 好 Bye Bye